理事天上宣伽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面向的案例 所以我们看这个女主 五官精致不识大气 三庭比例均衡 肤质盈润 这个是运势根基还是不错的 整个面向的格局还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分别从这个上中下三庭 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上庭 额头高而饱满 发际线起整 早年能详祖音的庇护 这个聪明好学 人也是非常的富有天资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耳朵也是可以看早年运势的 耳朵有一些轮飞扩反 耳轮是代表周遭的环境和助力 和旁人的助力 那么耳阔是代表自身 那么耳阔如果是凸 耳轮包不住的话 就容易影响到人缘 但是自身个性稍显要强 处事非常的自信 有一些以自我为中心 特别是在青年时期的时候 容易有一些叛逆的情况 加上额头圆润的女人 一般的姻缘桃花比较旺 这个姻缘和桃花会早早到来 特别是在青年时期的时候 容易出现这种早恋 影响到学业 这点需要多注意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额侧还是非常的饱满 出行的运势非常不错 此处也是一马公所在 加上本身的此处 也是30岁之前的财博公 所以说出成就还是比较早 我们看这个眉毛的位置高的 这个人一般容易 早早就领先同龄人一步 出成绩 从眉眼来看的话 眉毛和眼睛弧度得配 田宅工程 田宅工程的话 有稳定的居所环境 有比较稳定的靠山和根基 只是眉毛有一些眉头稍待见 个性稍显急躁 同时左右眉来看的话 一刚一柔 有柳叶眉的柔和 也有健眉的这种刚硬 所以说这个是一刚一柔 从眼睛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单一双 有双眼皮人的这种温和 也有单眼皮人的胆识和魄力 所以说也是一种刚柔病激的状态 能进能退 只是在性情方面 有一些阴晴不定 容易情绪有一些起伏和不定 同时也会给因缘带来一些 动荡和起伏 我们可以看到 眉眼 眼距稍宽一些 内心还是少了一些谋略和心机 容易有一些烂桃花的干扰 特别是眼距稍宽 导致腹肌宫的位置 偏窄了一些 有一些凹陷 所以这因缘还是见一些动荡 特别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鼻 对于女人来讲 即使财博宫也是肤作所在 鼻上有一颗痣 我们说面无好痣 面无好痣 如果是特别出现在财博宫 笔 财博宫鼻上的这个痣 就是容易影响更大 就是容易伤财 伤负 这个是需要点掉的一个痣 所以这个也是见音乐的动荡 这个痣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除此之外 整个鼻形还是有一些偏窄 偏窄 加上这个双拳还算是比较饱满 有一些全强鼻弱 全强鼻弱就容易形成这种面大鼻小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财运还是有一些影响 不过鼻头肉 鼻翼宽阔 这个为人慷慨大方 人原家 这个中年还是能见到财 只是有一些鼻孔稍漏 这个容易才进才出 这是中年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夏亭 人中还是这个建沟 这个上戏下粗 这个人中建沟的人 一般这个也是肾气聚集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生养子女方面还是不错的 这个子嗣风龙 双唇略带棱角 这个是有一些外翻 个性稍显要强 并且在言语方面 有一些得理不饶人 容易有一些言语方面的苛刻 并且这个唇边 还唇角 还是见一些这个质的干扰 所以容易 这个在言语方面犯口舌是非 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夏亭来看非常不错 下巴兜兜 这个此处也是成江之处 能够承载一生 奋斗积累下的这个钱财 晚年财库丰隆 这个双下巴也引线 这个晚年运势还是不错 能享子孙福 这是整体的一个上中下三亭的一个 这个面向的一个分析 那么如果是有空 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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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